我們來看一下以路 媽媽 妳看老師好體驗妳 給妳的大術 而且一樣是牛仔褲T恤 而且妳好自在對不對 超自在的 我完全就是我 未婚前的打扮 只是尺寸大了一些 老師來解說一下 其實以路她就是那種 很中性 帥性的女孩 她不是男孩 她是女孩 只是她是帥性的女孩 還好是我 還好 那個牛仔褲飛出去了 她是帥性的女孩 但是帥性的女孩 不代表妳要打扮得像男孩 我覺得她剛才就太像男孩了 所以我現在幫她的打扮 首先第一個 它是一件長照的洋裝式的 它其實扣子可以全扣變洋裝 然後這一條 其實是腰帶 這件外套的腰帶 對 它其實是腰帶 你看它其實是腰帶 它這邊有扣耳 平常如果比較瘦的女生 你把它當腰帶記起來 然後剩下來的時候 我就可以把它 再過一陣子 再瘦下來的時候 我就可以把它扣起來 把它當腰帶 然後扣起來 有些時候 你把它當成披的外套 把腰帶記起來 然後不要全部扣起來也可以 但是因為 以路目前 就是因為有腰帶 腰帶這件事情 它會變成一個 感覺可能會更圓 對 它會 看起來好像會變圓 所以我把它變成了 因為它這邊有一個尖章 列裝式的尖章 我把它綁在這個地方 綁在這個地方 現在很流行運動風 透過這種織帶垂吊式的 反而會有 因為這一條帶子變成 它讓身體的範圍變小 然後又有很潮的感覺 那它想要更小 它就綁兩條 兩邊這樣 也可以 但 一條夠了 然後再來就是 我要用busy的飾品 很忙碌的飾品 分散它身體的肉 還有身體的比例 對 因為飾品其實是很好的 就是切割比例的作用 所以我剛才說了 它是女孩不是男孩 所以我裡面給它一件 絲質的背心 絲質的背心 你不要穿一般的那種 男生的背心 那就是男孩了 現在很流行 這種睡衣式的絲質的背心 拿來搭很Man的皮衣 襯衫 然後什麼 運動外套什麼 我們兩個有很多 但是它真的是 絲質的睡衣 就穿出來 真的 真的 很多妹都這樣 那麼性感 那麼漂亮的蕾絲睡衣 你穿那邊幹嘛 尤其是蕾絲 穿出來 穿在這裡面超好看 對啊 我很多 真的 今年一定要把它外穿 你如果怕的話 裡面加T恤 穿T恤先穿 再穿那個 對 40歲衣 背心在外面 背心在外面 老師 那這樣子 這裡不會很 妳睡衣可以買大一點的尺寸 一樣錢當然買大一點 現在 欣美姐就是因為你常說 一樣錢買大一點 現在好像有一些店是 尺寸大一點 超過一定的尺寸 比較貴 尤其是鞋子 對 真的 真的 因為那個鑽會比較多 或是皮膚用的比較多 真的 他說因為 你們一直說一樣錢 買大一點 我們現在沒有 我們要透過比較女性的 你看 像這種獵裝 但是我搭上珍珠相簾 因為我要讓它裡面 你知道它裡面包的是一個女孩 對 女孩 裡面包的是一個女孩 我的內心是女孩 女孩 然後潮的元素 除了這個織帶之外 引這一邊多層次的手環的 搭配上一個限量的這種 很年輕的炒牌的包包 然後裡面是一條牛仔褲 另外一隻腳還有刺繡的設計 牛仔褲很加分 對 刺繡的設計 然後對媽媽來講 穿球鞋當然很方便 可是這種牽托其實更方便 對 這種牽托其實也很方便 吸球鞋更方便 而且這種牽托是文青的最愛 你平常有這種 超穩 超舒服的這雙鞋 完全 我剛剛一直都是站著 完全跟我的那雙布鞋差不多 對 冬天的時候你可以搭襪子 對 然後像這種鞋子 搭什麼最好看你知道嗎 衣絲袍 真的嗎 像衣絲袍 這個牌子最 他們的銷子都穿衣絲袍 今年很流行叫睡衣風 對 睡衣風 就是很女性的東西 配上很粗獷的東西 如果說像乙露這種身形 我覺得它很適合像 類似這種 帥帥又帶一點點女孩的設計 是 這是我以前的叉 上身是襯衫的感覺 但是下擺 它透過兩層的這種疊穿的設計 做得好像有一個擺摺裙 在下半身 俐落但帶了一點點女性的元素 因為它的質料 對不對 質料 對 質料 對 沒錯 然後或者是像 如果可以露手臂的 它是一個one piece jumpsuit 它是一個連身的 然後微微蓋住 微微蓋住袖子 肩膀的地方 所以你不會說 不要蹲下來走光什麼的 甚至於像這種的 單寧 這好好看 對 一樣我通常會建議就是說 單穿不好 裡面大一件 然後再搭飾品 你像單這樣穿 就覺得好像工作服對不對 對 我們外面可以穿 失職的睡衣 這個不行 這個不行嗎 一樣穿在裡面 把現在裡面的這個 失職跟珍珠項鍊 搭到裡面來 OK 你就會覺得不一樣了 好像買這一件 對 你就會覺得不一樣 然後再搭上 你看再加上這個 粗根的拖鞋也不同 對 也會有不一樣的感覺 或者是像 這種也很方便 超長羊 好看 這是我的菜 對 超長羊 這是我的菜 有些時候 不同的場合 換上不同的腰帶 對 但它這個是固定的 OK 換上不同的腰帶 也會很好看 這是給乙露這種媽咪的建議 這是一個比較好嗎 換上不同的腰帶 那一個一個 的就是 我們可以把它吼 你說